大家好,我是阻尼姬姬的一生生活第二季終於結局了 今天這支影片主要是來講一下大小熊CP 大家可以依照張子儀挑選自己喜歡的內容來看 那我們就趕快開始今天的影片吧 先大概說說第一季 蘇恆第一季的故事大多聚焦在她的家庭 2019年1月蘇恆發現自己的父親外遇 親眼看著說自己不幸也沒關係的媽媽在夜裡大哭 第一季的第五集時蘇恆還說自己離婚有錯 我內心對前期仍然有很多愧疚 就是一個經歷了很多不幸的男人 同集當中呢 敏和也說出了自己和小男友分手的事情 因為對方似乎以為他出生在一個很好的家庭 聽到他父母經營一間小民宿時 臉色竟然一沉 敏和怕對方有敗經屬性 所以就果斷分手了 這也顯現出敏和對立銀辦的品行標準其實非常的明確 而同時他也向冬天分享說自己要準備告白了 歷經無腦的事件 敏和很快的就陷入了大雄的溫柔之中 但此時蘇恆還陷在家庭的混亂裡面 甚至是他的父親的小三來找他 當時原本滿心喜悅 買了兩杯咖啡要和蘇恆分享的敏和 默奪了蘇恆和會長小三的會談 誤會了兩人的關係 果斷的敏和直接把要分享的咖啡給丟進了垃圾桶 彷彿帶有一些怒氣 顯現出敏和對感情的之愛之望果斷明快 但同時也能看出敏和看事情的角度相對單一主觀 可就算如此也不會輕易下定論 小雄還是很勇敢的向大雄問清楚 這一點真的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情 有些人會左右打聽 有些人則不敢問出口就自己默默退出 可我們知球系小雄秉持著自己的精神 從來就沒有拐彎抹角 讓這段感情有很明確的進展 但大雄的家庭終究是一個問題 歷經過失敗的婚姻混亂的家庭問題 大雄幾乎把自己封閉了 只留和五人幫交流的機會 其他時間幾乎就把自己鎖在家裡 不然就是用來陪伴母親 大雄爸爸也就是大財閥的楊會長 第七集時甚至躲避法院而住進了綠地醫院 蘇恩的母親氣到來到小三張水 但出發點只是覺得孩子的爸讓索痕非常丟臉 蘇恩母親算尖酸刻薄 就連蘇恩以前也都很常說自己媽媽的壞話 但沒有變得大概就是她真的很愛索痕 只是方式很浪的窒息 可卻又非常的常見 就是那一種想要把所有的好都給自己的孩子的父母 而銘河那小熊與狐狸的對決也持續延燒成銘河過牢 狐狸同期卻逃跑 回來是也經歷了閃避麻煩的狀況 銘河同時遇見了比較敏感的產婦 醫院的前輩們也只能對這樣的狀況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種種情況讓銘河已經瀕臨精神崩潰 考慮離職當中 卻沒想到當晚值本產婦的狀況相當緊急 銘河在碩昏的努力和安撫當中度過這個難關 銘河知道碩昏是個溫柔的人 但這一次卻更加了解到碩昏的溫柔程度遠超乎她所想像 為了讓她熬過難過的住院醫生時期 匿名的送來美食慰問銘河那煎熬的靈魂 甚至願意成為那個讓她埋怨的對象 而碩昏死命感染醫院不只害怕財富不能平安 也擔心這會令銘河離開這一行 一個事件把前面積累的所有細節全部連動 讓銘河對蘇恨更加動心 因此到了第10集 小熊藉著讓蘇恨載她去地鐵站的機會 趁機坐上蘇恨的車 而當時銘河馬上就和蘇恨告白了 還要求蘇恨不能假裝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 只是希望蘇恨知道她的心意 其實話裡話外就是說 雖然不希望蘇恨有負擔 但同時也希望蘇恨能夠把這件事情放在心上 在第一季最後一集時蘇恨對易俊說 自己背景複雜又離過婚 希望銘河可以去找更好的人 言外之意就是說 蘇恨是礙於自己的問題而不願意給銘河機會 蘇恨實則是害怕銘河因為她而受傷了 因此果斷拒絕了銘河 所以我想這裡也可以看作是大熊對銘河是不討厭的 也有點好感的 但礙於家庭狀況 蘇恨才踩了煞車 不過幸好我們的小熊沒有因此放棄大熊 蘇恨的家庭問題隨著會長的去世也漸淡化 但心理問題卻沒有隨著時間消退 傷害別人的傷痛依然留在蘇恨的心裡 從蘇恨的家庭來看 可以明白她父母間的溝通肯定也是非常的少 會長甚至在遺囑當中要蘇恨去繼承她公司的狀況 可以知道父親是一個非常自我的人 認為不需要和家人商量 可以為了他們好久擅自做決定的那種人 所以才有了這出養個情婦做看護的鬧劇 而母親也是一個控制欲失足的人 所以完全可以理解蘇恨的少顏和默默承受的性格 是從哪裡養出來的 而第一季蘇恨很多戲份都用在描述她的家庭 但大多只是事件的發生 卻減少有情感面的波動和變化 但也是為了讓第二季這個人物更加立體 改變起來更有意義所做的鋪陳 所以第二季開始要處理的就是蘇恨的情感面 第二季第一集是2019年末的聖誕節 而這時卻迎來了前妻的電話 由於姓惠的父親突然發病 姓惠嬰兒向蘇恨求助 兩人重新相遇 可以看得出來 姓惠的言語間仍然對蘇恨保有一些好感 而被拒絕的小熊 在店裡收到了大熊秘密送的聖誕蛋糕 小熊不知道 但還是很開心的收下來了 但卻在回來時目睹另一個女人玩著大熊的手 而小熊頭上卻滿頭大雪 雨、喝雪 在記憶當中似乎有遺憾的愛情之意 因為劇中淋雨、淋雪的人大多 都單戀著某個人卻還沒有開花結果 第一季第三集淋雨尋找送河的安芝洪 第九集中接連淋雨的正元冬天 以及最後這裡第二季第一集淋雪的小熊 都懷抱著遺憾的愛情 而劇中在一起的人則會一起撐傘躲雨 就像第二季第一集裡熱戀的正元冬天 以及第十一集裡面在車中 一起賞雨的送河易俊 站在大熊這裡就比較特別一點 其實當時大熊與幸會兩人重新相遇 是前妻突然說要一起去買晚餐 而警審室的醫生好心遞來雨傘 但碩恆說不用打算淋雪 但前妻卻接下了雨傘 這裡也就顯現出了 其實只有前妻想要重修就好 想把以前的遺憾補回來 但碩恆並沒有這份心思 米和這裡盡心安排的聖誕晚餐失敗 緊接著目睹幸會與索恩玩手撐傘 又因為自己的失誤被索恩訓誡 訓誡同時還聽到索恩接起電話 喊出另一個女人的名字 這對小熊來說 大概是這段感情發展以來最大的打擊 但小熊沒有因此崩潰 反而還很認真地檢討自己 甚至在公式上虛心向大熊學習 小熊彷彿無論如何都想要成為更好的人 大熊親自為小熊泡了一杯樂咖啡 問題小熊也在此時誕生了 可是索恩規定他一天是可以問一個問題 小熊很意外地選擇先問公式 想要瞭解大熊為什麼選擇幫助那位早期破水的孕婦 而沒有害怕承擔問題 但卻發現索恩也害怕 可害怕的是殘婦和寶寶發生不幸 想必這個答案也深得小熊欽佩啦 而我們的小呆熊卻突然腦筋一轉 發現午夜過了 也主動開口問了索恩和幸會的關係 這是第二次大熊親口說明自己和其他女性的關係 一般人如果覺得隱私被侵犯 是不會告訴對方答案的 但大熊卻說得很自然 還交代了自己週末的行蹤 小熊雖然想約索恩 但至少知道索恩只是去戀團 也就很機靈地退出了辦公室 從這裡也不難發現 大熊與小熊的關係 早在不知不覺當中 比一般人更加親近 第二集時小熊看見了 幸會和大熊共乘電梯 瞬間認住一直按電梯的開門鍵 也因為如此 易俊趕上了這班電梯 人稱綠帝八卦神通的易俊 目睹幸會和蘇恩共乘電梯後 也就馬上跑到蘇恩面前問 兩人是不是復合了 蘇恩毫不由於回答說只是巧合啦 就連復合機率都是零 雖然幸會有復合的意願 但蘇恩知道他心裡對幸會只有滿滿的歉疚 而不是愛 所以拒絕和幸會繼續聯絡 可以注意的是在拒絕小熊時 蘇恩的原因是因為自己的家庭狀況 複雜又離過婚 但在拒絕幸會時 卻是以心理上的不自在來拒絕的 可以發現大熊確實對小熊 有一些些隱藏的心意啦 第二集蘇恩拒絕了前妻 在記憶當中換車也象徵著 人物走上新的階段 因此第三集可以看見 蘇恩換了新車 而有一位韓國YouTuber 曾經把車牌號碼拿來對應 韓國歌本中的KTV歌曲 來做一些人物心理上的解析 那我也引用這個方法 和大家分享我的解析 蘇恩的舊車牌號碼是4166 對應的歌曲是在我心裡的你 歌詞中盡視對前任的思念之情 反映出蘇恩對前妻一直都沒有放下 但放不下的是那一份歉疚 因此在和前妻說清楚之後 蘇恩也將要試著放下 也就出現了第三集的換車 代表新旅程的展開 要把蘇恩心理的解一個個打開 而新車的車牌號碼是3480 對應的歌曲是不旋轉的風車 歌詞中看起來主角陷入一個低潮 似乎在一個狀態裡面卡死 非常的悲傷 這是編劇暗示接下來要說的故事是 蘇恆為什麼要對前妻如此愧疚 為什麼她不再和別人交流不合群 也順耐的揭開蘇恆拒絕敏和的原因 第四集副歌會議時 冥和不斷地在筆記本上寫字 還誤以為蘇恆會讀心書 知道她在想問問題 事實上是因為 冥和在她的筆記本上面寫著 問或不問 這是個大哉問 大熊還開玩笑的說 你是哈姆雷特嗎? 這是因為莎士比亞的作品 哈姆雷特當中 哈姆雷特的經典奪百就是 to be or not to be less is a question 雖然後來小熊問出來的問題是公式問題 但很明顯需要猶豫這麼久的問題 不可能只是產夫要不要出院而已 當時小熊肯定在究竟是否還要再問一次 幸會和蘇恨的關係 為什麼兩人又突然一起出現在電梯當中 因為又一次的目睹兩人待在一起 這也讓一向直爽的小熊不禁猶豫了起來 但當然不可能在工作場合上問出這麼私人的問題 因此秋秋只是找了一個工作上的問題來回答蘇恨 還來不及解決這個問題 冥和就和蘇恨吃了一個甜美的午餐 雖然有一些電燈泡 但對小熊來說都無所謂啦 一向都一個人或只跟無人幫吃飯的蘇恨 也漸漸的走進大家的休息室一起吃飯 可以看見大熊已經越來越能夠融入綠底的交友圈 有打開心房的趨勢 第五集透過蘇恨媽媽親口說出 當年兩人離婚的原因 讓觀眾了解到不幸的源頭 竟然是蘇恨媽媽那挑剔的性格 蘇恨媽媽在當時對新惠的家間非常的不滿意 認為他們家根本就是詐騙集團 因此總是用錢壓迫自己的媳婦 因為每天打十幾通電話讓新惠傳不過氣來 而最後新惠就刻意偷走了自己送給婆婆的兩克拉轉介 在韓國有類似嫁妝的習俗 但他們稱為李段 可這東西不像嫁妝一樣屬於女方 而是要送給婆家的禮物 因此李段也就包含了 拜託婆家好好照顧出嫁女兒的意思 透過索惠我們知道 新惠是真的當著她的面 偷走了那個作為李段的兩克拉轉介 我有看到有些人認為說 這是新惠想要拿回屬於自己的東西 從後來新惠帶著這個項鍊來看 確實鑽石有自我的意思 因此必須拿回來 而我還有另外一種看法 我認為新惠這個行為 看起來也像是在指責婆家和這個婆婆 並沒有好好照顧她的意思 有點像是別人拿著禮物來拜託你做某件事情 但你沒有做所以別人就理錯 當然能當著你的面把當初拜託你的禮物拿走 非常的合理也非常的打臉 總而言之 幸惠這個行為 我覺得算是對索惠來說 是一個蠻赤裸的耳光的 就像是在說 你沒有做到當初答應我的事情一樣 不過事實上也和這個相去不遠啦 夾在媽媽和妻子之間的索惠選擇沉默 因此造成婆媳之間的問題越演越烈 因而這場婚姻也在索惠心裡 中下了很深的傷痕 無法保護自己所愛的人 甚至還讓她傷痕累累的離開 我想任誰也都無法輕鬆自在啦 你和仍然糾結著前妻和索惠的關係 因此想問索惠 可還沒有問出口 就被索惠反將異君子說只能問公事 還說今天的額度已經用完了 而問題小熊卻也因此裝見了信惠和索惠道別 小熊因為索惠說了物力 我們而興奮不已 在這場戲當中 導演在信惠和索惠的道別鏡頭上特別的忠正 我則是導演將人像擺放在畫面中間的意思 給人特別正式的感覺 正常來說兩人在對話的時候 大部分的導演都會將人物置於畫面的左右邊 讓觀眾可以看得出來兩人正在交流對話 同時也因為180度的性的關係 所以我想這次信惠帶著父親回診後 這兩顆正點特寫應該也就象徵著正式道別了 兩人的交流也就此畫下句點 信惠正式的從索惠的人生中畢業了 兩人也走向不同的方向開啟人生的新篇章 而看著兩人道別 銘河好像也就不再糾結兩人的關係了 或是他只是被無理沖昏了頭 索惠的心結部分就要說到 和索惠共用辦公室的 另一名精神醫學科的全俊宇教授 在索惠進到瑞麗工作時 當初講的個人辦公室都只是假幼兒而已 撇開這個不說 我們從頭到尾其實也沒有看過這位全教授 但他總是把和索惠一起共用的這個辦公室弄得很亂 有成對的資料和書籍 從劇情上來看 索惠應該也是有感到困擾的 但卻從來沒有和這位教授提過 還曾和媽媽說沒關係 他已經習慣了 反映出索惠遇到問題 也就只會去習慣、去逃避 很少正面去解決問題的時候 就如同他處理他人生問題時的態度一模一樣 從創作的角度去看 屬於角色較為隱私的場所 通常也反映出了一個人的心理狀態 在大部分的故事當中這種場所會是角色的個人房間 而我們醫生們最常待的個人場所 其實是他們的個人辦公室 也就是說這個辦公室也反映出索惠的心理狀態 即便是別人對在他心理的問題 他也只會忍受和逃避 所以這個髒亂的辦公室也就顯現出 索惠的心理堆積了很多混亂 而且還如同他自己所說的 他知道問題是什麼 但習慣逃避了 在第五集索惠和送河對談的這場戲當中 很難得的是兩季以來索惠敞開心胸的說自己的故事 所以便聚選則在這個象徵索惠心理的場所 讓索惠和送河對話 而且在談話的過程當中 還時不時會出現一顆從門裡探進去的窺視角度 這種畫面會營造出隱密的氛圍 會讓觀眾感覺到自己是偷窺者 正在偷窺索惠的心事 而且最後索惠和明和聊那些雜事的時候 也是以這顆偷窺的角度漸漸拉遠 彷彿告訴觀眾說 好囉 今天的偷窺就到這裡了 索惠明白自己的問題之後 便開始著手解決問題 甚至對允和聊起雜事 一直引來苦追大雄的小雄 就像是看到綠燈一樣 直接了當的問了索惠說自己可不可以對大雄告白無次 而且還當下就告白了一次 直接逗笑索惠 第七集也能看到索惠已經有些態度上的軟化 雖然索惠說自己是因為下午有個複雜的手術 要來醫院讀書 但遇到閩和時卻先說出了你今天值班啊 所以這之中或許或多或少 也是因為今天閩和值班 所以他才來醫院 而原本已經在餐廳吃了兩碗飯的索惠 卻因為閩和問要不要一起吃飯 還是答應一起去吃飯了 彷彿也就印證了索惠是因為閩和而出現在醫院 所以理所當然的要一起去吃飯啊 然而這段還沒有開始的大小熊戀 卻先買下了地雷 閩和不小心在醫院撞到了索惠的母親 索惠的母親依然咄咄逼人 閩和卻沒有絲毫的退讓 大熊一直擔心閩和會被他的家庭傷害 所以使盡全力的想要保護閩和 但閩和其實也不是那麼容易被欺負的性格 性會像是春天一樣溫室敬和 閩和就像秋天一樣秋高氣爽 兩人的性格天差地遠 這也讓我非常期待說閩和會將如何收服自己這個苛刻的婆婆 第二季以來閩和雖然是個第二年邁入第三年的住院醫生 但卻有個很穩健的成長 上一季處理急診病患時 在病患面前根本就無法掩飾自己的慌張 但到這季已經緊急教訓、明白醫生的職責 會努力的在病患面前壓抑自己慌張的情緒 盡力的完成自己的工作 可她的成長之路依然還有很長的一段路 在理解病患上還是較為果斷片面 第八集時接到一名因為子宮撕裂傷而下部收縮不佳的殘腹時 手術一度考慮要將子宮拿掉 但蘇惟考慮到這位是初孕 依然試著再縫合一次 索性手術順利完成了保住了殘腹的子宮 慶幸的閩和說出了性好要留下子宮 否則可能又要愛罵了 但蘇惟卻告訴閩和說重要的不是子宮的留存 而是他們有沒有成功讓殘腹活下來 但是我想閩和會這樣想也是仁慈場情 只是蘇惟總是特別溫柔的理解病患家術 但同時也讓閩和理解到 他們拯救的不是子宮而已 而是一個生命、一個家庭的至親 犯錯的閩和就像人格分裂一樣 在休息室裡面對著小熊又是安慰又是責罵的 但這也是顯現出閩和的自行能力高強 雖然矛盾但很可愛 同時也告訴觀眾閩和只剩下一次告白機會囉 準備戀團的作恨在收到紅刀在群組裡面說閩和昏倒的訊息後 先是吸了一潰的地卻還是抓起了手機離開了 這就和當時閩和想約大熊 但大熊卻說自己要戀團的情況形成一個強烈的對比 到了第八集放下手機繼續吸地的大熊 大概也在那個請客間發現自己放心不下閩和 因而抓了手機果斷放棄這次的戀團 在大熊心裡小熊已經漸漸勝過了說很幾家喜歡的東西 包含一個人吃飯和無人幫戀團 而如同幻覺一般降臨的大熊 更讓銘河感動不已 這情節彷彿也呼應了當初冬天過敏進急診 冬天問秋秋說 政員有傳訊息來是不是喜歡他 但秋秋卻告訴冬天說沒有喜歡的話他應該要出現在這裡 因此弄哭了冬天 秋秋這番話也應徵了他看見大熊出現在他眼前的意義 對銘河來說大熊的出現就代表著蘇芬真的在乎他、喜歡他 所以一時之間感動爆發才會哭得像個孩子 蘇芬絲毫不知道秋秋心裡閃過這麼複雜的情緒 因此只能很慌張的給予安慰 兩人的心意已經沒有絲毫需要遲疑的地方 再來就是必須解決蘇芬一直擔憂的部分 就連政員義俊都看得出來蘇芬的心意 當時蘇芬一個兒吃的秋秋送來的冰淇淋 當時放的配樂也就是金大名所唱的《秋日遊局前》 很有趣的是節眷片段歌詞正式 在秋日的遊局前等著你 偶然陷入沉思 連天黑了都不知道 夜目地垂樂都不知道 暗示者大熊確實在哭鬧著要如何讓母親接受迷禍 第十集為我們揭開冰河父母的模樣 冰河簡直和他媽媽是同個模子 印出來的一模模一樣 大放熱情但也非常的搞笑 同時蘇芬在發現自己住的地方是冰河家的民宿後 在離開前還特別買了小花藥給冰河的父母 算是一個提前部署吧 大熊雖是熊 卻是個心思細膩的熊 所以說第十集最後蘇芬對母親使出了自己 可能會去美國工作的妙計作為一個保護冰河的盾牌 也不再只是被動的接受冰河的追求 主動邀約冰河一起去看電影 這其實也代表著大熊一直都有在聽冰河的話 知道冰河想要約他去看電影 終於圓夢的冰河在看電影的時 甚至是大熊主動把兩個椅子之間的把手拿起來 瞬間變成情人座的設置 蠻有趣的是當時兩人看的電影是關於詐騙 不知道是否呼應蘇芬正在準備詐騙媽媽情節呢 蘇芬甚至拜託政員一起完成他的計劃 在工作上受到委屈的銘河在這個電影約會後 馬上就獲得了蘇芬的貼心晚餐 雖然是直接偷異菌點的餐 有看到觀眾說蘇芬雖然叫大熊 但其實也蠻狡猾 這點我非常同意 一直以來蘇芬都會偷偷點一點東西帶回去給媽媽 可這次獻薄對象 終於不再是媽媽而是她可愛的小熊 腦袋中仿佛可以看見那個偷走五人幫的大熊 陷露給小熊的卡通畫面 這情節真的非常可愛 突然間溫度轉變的蘇芬 甚至還送銘河回家 這讓銘河開口問清楚兩人的關係 蘇芬問銘河說 萬一她是壞了你怎麼辦 這言外之意修香是說著 萬一你只是還沒看到我不好的一面你怎麼辦 隱隱暗指責蘇芬媽媽的問題 但其實銘河對一個人的好壞有很主觀也很直接的判定 從銘河當初因為小男友拜見就分手可以知道 所以銘河其實是很確定蘇芬是一個好人的 而且我想對銘河來說 她喜歡的就是蘇芬這個人 無關她的家庭 她的背景怎麼樣 或是她的婆婆怎麼樣 所以銘河其實是一個很確定蘇芬是一個好人 才會這樣不願意放棄的追求 但有趣的是銘河沒有接著蘇芬的話 繼續說蘇芬是個好人之類的話 而是接著說自己是個好人 有很多的好是蘇芬還沒有看見的 這對話其實還蠻值得玩味的 兩人交往只需要看彼此的心意 確認對方就是自己想要的人就好 蘇芬話裡的害怕是擔心銘河被她的家人傷害 害怕自己未來不能保護銘河 但銘河的話就是想告訴蘇芬說 她夠好可信任她不用擔心她會被傷害一樣 兩人就是如此的互補 所以在看大小熊CP線的時候 總是有一種很成熟的療癒感 結局時很意外的沒有懸念沒有轉折的 正如之前所猜測的一樣 蘇芬以要去美國的方式幫銘河做了一層盾牌 蘇芬媽比想像中還要更容易得到滿足 結局時我覺得最明確的表達就是蘇芬的改變 以往不願意擠進電梯的蘇芬 竟然在銘河的鼓勵下進到電梯當中 但其實一直以來就是這樣 如果不是小熊切而不捨得把自己送進大熊的防護罩 任由大熊一次次的把銘河推出去 但次數多了反而是大熊跟著銘河走出了自己的防護罩 跟著銘河一起吃泡麵 一起在休息室吃飯 甚至休假也要到醫院和銘河一起吃飯 我想這也是小熊帶給大熊的改變 最後一集裡 銘河對大熊說自己喜歡大熊已經非常非常久了 我意外的非常感動 雖然我自己也不是很確定感動的點 但我知道真的很久了 從2019年的7月一路追到了2021年的5月 幾乎快要兩年的時間 雖然我很期待銘河和索亨媽的對手戲 但第二季這樣的結尾大概也是覺得 索亨媽媽會因為索亨的詐騙而對銘河立眼相看 說起來也有點諷刺 當初覺得媳婦騙了自己的兒子所以處處刁難 但最後兒子為了保護自己所愛的人不得不撒謊 但我想至少索亨已經不再是那個 無力介入的沉默丈夫 這對碩亨來說何嘗不是最重要的轉變呢? 想一個辦法兩全其媚 媽媽女友都可以不掉顏面的和和美美過日子 對碩亨來說她過去失敗的婚姻 是起源自她的無力和逃避 而這次在她的努力下 終於做到了守護兩個她所愛的女人 我想這是最好的結局了 結局幾乎聚焦在醫生們的工作難關上 反而是感情線偏向輕描淡寫 但這其實一直都是記憶的基調 沒有忘記初衷的忠實的帶給觀眾們 機智的一生生活 在素亨疲憊的在車上小氣時 銘河送來甜美的守直愛心 我們的生活也是一直都像是社會的小池輪一樣 一直一直轉下去 偶爾因為戀愛、朋友、家人 如同增添了潤滑油般 和和順順的轉動下去 大小熊CP一個外相單純一個悶騷溫柔 總讓我在驚困的病歷當中 像點了一把火一樣又有動力繼續看下去 除了一送CP外 其實我最喜歡的就是大小熊CP了 你呢?你最喜歡哪一對CP? 歡迎和我分享哦 好了那今天大小熊CP線的整理 不知道大家還喜歡嗎? 你們對結局滿意嗎? 都可以在留言區和我分享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喜歡我的解析 別忘了幫這支影片按下Like 可以分享給你所有看機智醫生生活的朋友 還有當天正月CP的感情線整理已經出來了哦 宋和義俊的感情線整理也都出來了哦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這兩對CP了 那之後呢還會再出一個彩蛋的整理 大家敬請期待哦 好吧 好吧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